大家好,歡迎收看小朋友,我是Andy 今天我又來到另一個宿舍 想再跟大家介紹一下電影鏡 你看到我這個盒子很漂亮 是一個C來的盒子 究竟是甚麼來的呢,跟大家開箱看看 就是三支很帥仔的電影鏡 分別會有銀色、黑色、不同款式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三支鏡頭分別都屬於APS-C的鏡頭 而它的焦段包括有24mm、35mm和55mm 24mm的等候焦距大概是35mm 而這個35mm大概是50mm 而55mm大概是85mm左右 大家可以留意 而它三支的光圈都是T1.2的大光圈 都會有一個不錯的散景 而鏡頭的重量方面 因為這支鏡頭包括會有四個版本 會有我現在手上的E-mount 亦都有RF-mount 會有富士mount和M43的版本 因為不同的版本 它們的重量都有少少不同 大家也可以看看表 究竟是怎樣 而尺寸方面 其實它們三支都很相似 相信就這樣放在Gimbal上互換 應該都不用再設定平衡 而鏡頭會有兩種顏色 分別就有最傳統的黑色 有條藍邊 另外就有一個是金屬灰色 我覺得這個都頗漂亮 如果給我選擇我都會選這個 它亦都會有一條藍邊 鏡頭上面亦都會有一個 無極的光圈環 和一個對焦環 而對焦環它的幅度 是可以去到270度 可以做到一些很微調精細的 去對焦效果 而鏡尾方面 這支手動鏡沒有電子接點 不會提供任何數據 這個都預算了 因為這些比較便宜的手動鏡 都會是差不多 而Filter Size方面 三支鏡頭分別都是 現在是最常用的 就是這個67mm Filter 應該都很容易找的 基本上如果你是會 互換 Filter 的三支都沒有問題 接著我們就試試看 三支鏡頭不同焦段出來 效果分別會是怎樣 因為一個是24mm 一個是35mm 一個是55mm 一個是比較廣角 一個是越來越乎 大家出來看看分別會是怎樣 在這裡 下面是一個小小的 一支插頭 它在這裡 是3個小的 架子 就像這個 都在這裡 更加上 一支插頭 一支插頭 兩支插頭 一支插頭 一支插頭 一個是 一支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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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而鏡頭最近對焦距離三支分別都會有不同 例如這支24mm的話 它最近對焦距離0.3米 35mm這支最近對焦距離0.4米 而55mm那支是0.6米 三支的最近對焦距離都會有不同 現在試試鏡頭最近對焦距離的效果 現在是24mm 0.3米 現在這支是一個最近對焦距離 現在是35mm焦段的這支鏡頭 最近對焦距離 而這個位置就是一個最近對焦距離 現在是55mm焦段的最近對焦距離 現在這支鏡頭是55mm焦段的最近對焦距離 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我会试试镜头的呼吸效应 分别我三支镜头都会试 第一支我会试55mm 我会对达摩 之后会再对Miki 大家可以试一下效果会如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现在试试镜头的抗原光能力了 我手上这支是24mm 我开着1.2光圈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对着光源做移动 都会看到有少少的光控 又不属于一些很奇怪 很噁心的Fair 下来就试35mm 35mm这支 Fair 光控 和24mm有少少不同 这支是大蓝一点的 而刚才24mm那支是黄黄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最后就试试55mm这支 这支觉得抗原光能力 是会比其余那两支有少少不同 光控会比较大一点 明显一点 颜色方面是两者之间 蓝蓝绿绿的 这三支镜头 经过刚才我试用过这三支镜头 都有些感觉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 我想说外形才是外观协会 我经常说有个外形 不可以打都可以看 这个真的挺帅的 而且它有两个颜色选择 如果我一定会选金属灰 因为尺寸一样 重量差不多 如果想Gimbal 互换 那都可以不需要调调 esté体 这个很过夢 需要涯ні aware 이다 这个是 枇色选ip 加上後面或拉絲或聲鏡 這些可以隨時互換亦很方便 鏡頭剛才也說過有無極的光圈環 我覺得會鬆弱一點 有時可能會忘記調校 但如果想用光圈來調吸光量 它一定很順暢 這是沒問題 而對焦環亦都很順暢 有270度那麼闊的對焦行程 我可以做得很精細 但它的呼吸效應不會控制得很好 變成我會很準確做到對焦 因為手動對焦都會很害怕 尤其如果我們做這些小本製作 沒有一個根招員 它其實做得很好 可以讓我自己看著螢幕 或放大一點來做對焦都可以 和一隻手指都可以推到 甚至如果可以做一些有肩膀 可以做到搖控 用齒輪去做對焦 它亦都會很順暢 亦都不會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 真的做得不錯 另外它1.2的大光圈 出來的散景都頗美 而且它的Fair控制都算很好 只是有一點光的控顏色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例如我自己拍攝一些 是比較偏綠偏藍一點 而突然間它的Fair會變成 一些很紅很黃 出來很突厚的顏色 就會怪 它就不會比較可以接受 而價錢方面 原來它的金屬灰顏色會貴一點 三千多 而黑色便宜一點 2至3千尾左右 大概這個價錢 總共三支都不用一萬元 我覺得對於現在來說 很多都是小本製作 又想涵蓋這麼多的焦段 因為剛才你都看過我們拍攝的Footage 由去到24mm的廣角 去到Terry 它都可以做得到 基本上你買完這三支 大部份的場景你都拍得到 所以我覺得以性價比方面 它都是非常之高 外形各方面都是不錯 大家如果想要入手電影鏡 都可以考慮一下 拍照、拍片都可以 好啦,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去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就會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 來到很多影片 我們還要follow我、Perry 和Micky的IG like所有相片 以及去到Micky的頻道 可以看看他的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Bye